就是卡带对小学生来说很新奇 跟着环保志工一步一步拆解 像是玩游戏 我在家里有比较熟练的时候 因为我在家有帮爷爷踩过 所以比较熟练 扭开瓶盖再用脚踩瓶宝特瓶 孩子也能玩得不亦乐乎 我觉得因为踩宝特瓶很好玩 也可以让地球会比较好 校外教学来到慈祭环保站 像是到了游乐园充满乐趣 但从中也让孩子获得反省 经过了他们学习之后 他们知道老师以后啊 我们的瓶瓶罐罐一定要洗干净 不然就会有臭臭的味道 这要怎么过 另一头瑞翔国小学生 拿球拍拖球还得挑战关卡 训练的是他们的专注力 假如说你那颗球 没办法一直用在那边的话 心就定在那边 你要跨越障碍 一直跨越洗 另外一个关卡 不仅孩子得到专注 陪同的家长参与演绎 也学到承担的勇气 这样带动小孩子 就是以身作者嘛 小孩子会比较踊跃地参与 家长言传身教 跟孩子做中学 一同进步与成长 大爱新闻这些美志工 高雄综合报道